最後的英姿 好 蘿莉在這一進呢 是十場的初賽 九次的先發 投了五十三局 那每一局的背上的率呢 是0.98 2.21的投手自責分率 四勝一敗的成績 那蘿莉呢 在今年球季 對戰樂天呢 是五場 也是他所有的對戰組合當中 對戰樂天是最多的球隊 兩勝一敗的對戰成績 一大犀牛之後 龍毛就已經當教練了 對 好 第一個外角球 很精準的投進的好球帶 這十多年來 在台灣發展的外籍投手裡面 非常非常 這麼久以來 仰投的最好的代表之一 兩好球 羅利的投球上來裡面 會特別注意的打者 這個外角球 竹神給他了 竹神大人要不要再 多思考一下 跟老天要讓羅靖 這個內角球稍微內側偏低了 對 陳靖也是今年啊 站穩的先發 打出非常好的成績啊 中線的滾地球 行進間 尖傳 輪到了郭彥文 那個系列上跟衛拳的兩場比賽呢 他七個打數 兩支安打 中間包過了一發全力打 這球打成了插棒界外 形態的手套比較好 所以今天賽起來跟他聊了一下 怎麼揚手套 食指的部分有一點凹進來 OK 所以球最後滾到上面的時候不會漏掉 這球被帶起來在右側的Falpo附近 哇 直接過去了 在養助局之後 被郭彥文強力的拉到了右半邊 這是郭彥文在這一個例行賽 所出現的第二發的全力打 哇 郭彥文真的狀態是非常好 剛剛羅力進來的位置有一點高 但是很靠近身體啊 內角有辦法打在場內是全力打 不是形成界外 就是這樣子的方式 展現他的長打能力 所以也幫球隊製造大量的打點 這個變化球打成了三點方向的滾地球 新元旭穩穩地送向一壘 打擊的狀況最近 最近兩場對位拳的比賽倒是打得非常的好 對 當然在羅力出現 對 這也是看出這個富邦球團呢 在整個活動的安排上面 現在的羅力 他的一些 個人的感受 三點方向的軟弱滾地球 新元旭穿向一壘 完成了刺殺 他那時候覺得羅力好壯 然後速度是很快的 嗯 好 平凡的滾地球 楊家榮遭到了刺殺 打擊運動的是楊敬豪 對 第一個變化球轉成 楊敬豪掌聲 楊敬豪 這球打成了插棒界外 楊敬豪今天也在板燈出發 對 今天也有機會看到林澤斌上場 這個內角球即時投得不差 羅力也有下投手球的想法了 可是讀審沒給 這球非常的精準 也有蘿莉的招牌的尾勁 好 打進場內 這是頻繁的滾地 這個半局 三個滾地球出局 這個半局的守命打者 是從炎弘君開始 蘿莉投進了 初登板的時候 就是黃浩然接他的球 那一年他的曲球改成滑球 所以他回到台灣的時候 黃浩然有跟他打者有很多 沒有辦法鎖定的一個打擊內人 哦 攔住 轉身 往拔 哦 完成了刺殺 這個時候當然所有的內衣手 在提防 打擊狀況啊 感覺像是第四棒 哈哈哈哈 那這個插棒界外 一旦到右側的角落落下來 那就他又 讓他留在二壘就好 揮棒 遭到了三陣出局 當然三陣呢 就是讓他沒有辦法 發揮速度的最好的武器 拿手的招牌只插球 對打者來說 這個出手點很高 覺得會化過好球 反打就是郭彥文的拳雷擋 揮棒落空 速球 速球是以搭配投在好球帶以外的進壘位置 哦 這個球已經是很接近好球帶了 這個變化球跳得非常精彩 會在你的眼線上面下來 只插球的話會比較平 這球被打成了界外 要不要配速球或變化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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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球打得很強 直接穿越了防區 沈浸 打出了安打 這場比賽樂天所出現的第二支安打 稍微的開掉了 這球是一個飛球 但是這個飛球在邊線附近 有守備的機會 對 柏林完成了接殺 球回傳進來 那謝長鋒呢是在二零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身體素質 就是連續五名打者 滾地球出局 對 現在滾地球出現 三陣出局 這個第一位的進來點 這球打在左中之間 落下來 形成了一個落地的安打球 傳向三壘 但是已經被卡套給攔下來了 因為是 這個內角球 又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內角球 要到外角去 並沒有又是打者的 出棒 兩好球 兩壞球 第一位的三陣出局 直接凍結了梁家榮的棒子 也就結束了樂天在第四局的攻勢 難得一見的笑容 滿輕鬆的 也很融入今天的氛圍 這球打中線是一個安打 整個安打球的出現 我相信對他來講 這個時候的感覺是很不一樣的 新元旭守得很淺 好 這個滾地球出現 但是在界外 走 打在三壘方向的滾地球 接球之後只能選擇傳向一壘 完成了刺殺 這個內角球稍微低了一點 哎呦 這個變化球是四成零二 變化球在外角 歸棒落空 滾地球 碰了一下沒有完全的攔住 球要衝本壘 球回傳 有機會啊 滑進來 Safe 好 現在有共識了 這球被打在角落附近是界外 走了 偏低 長傳二壘 一個半斗 但是 這球被帶起來 但是在界外區 兩號球 兩壞球 這球打在右邊的位置 接殺出局 現在 陳成薇 絕對可以利用這個位置呢 跑回來得到追平分 投得非常的準 那一腳低的位置 打這個球大概就是滾地球出局而已 就是一個好 打這個球 揮棒 三陣出局 結束了樂天在第五局的攻勢 也是近況很好的一個打者 變化球在高的位置 修正一下 這個修正一下 這個修正一下 哎 連續 這球出手打成了界外 這球打得很平 進手套 哦 這球不好接哦 因為很平 已經出現過安打 一個內角球 打成了衝天炮 但是在界外區 打成了衝天炮 但是在界外區 好 這只是一個滯空時間 比較久的飛球 但是野手能不能夠追得到 打在三壘方向的軟弱滾地棒子應該也打裂掉 遭到刺傷 梁家榮今天兩個打數沒有安打 球在外角 變化 第二輪的打擊才會出現 今天蘿莉第一局就可以 這球被拉到了角落 被拉到了角落 掉下來形成了安打 這個安打球讓梁家榮 一二壘之間 楊敬豪今天個人的第二支的安打 而且梁家榮現在是挑戰三壘 走了 長傳接球 好 再傳回本壘 上 時間非常的充裕 梁家榮在本壘板之前 壘堅出局 這是燕紅軍 下個半組可以看民主兵上來攻擊 這個外角球 這個外角球 低的位置 變化球但是靜豪 速球在內角 然後三壘滿球數 這個變化球打在一壘方向界內 順勢的踩壘包 完成了這個刺殺 蘿莉的用球數現在剛好一百球 好 那麼現在Toro教練出來了 換言之 蘿莉呢今天以一百球的引退先發的用球數 對 現在 那個時間點終於來到 所有的隊友也都到蘿莉的身邊 蘿莉今天一百個用球數 投得六點一局 那麼雖然失掉了三分 中間只有一分的择失分 率領的富邦漢將 這場比賽呢是取得領先的情況之下 退場 那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引退賽的 讓他退場的儀式